25岁时谭松印接到了《最好的我们》剧本 导演说男主比他小七岁 他微微迟疑 年龄差距这么大眼高中情侣合适吗 果然《最好的我们》上线后 谭松印遭遇了长达四年的网络暴力 饭圈不满的无非是自家小鲜肉 被一个大七岁的姐姐给糟蹋了 更让网爆群体气愤的是 如今三十多岁的她长了一张十七岁的脸 不仅可以和小七岁的弟弟组CP 还能和大十六岁的钟汉良撒谈 1990年出生的谭松印 今年已经31岁了 但时间好似没有在她身上留下什么痕迹 是美少女也是鲜肉收割机 鲜肉收割机这个称号是因为 谭松印合作的男演员 大多数都是年龄不大的当红小鲜肉 从吴磊刘浩然到宋威龙白静婷等 而且意外的是不管和谁合作 都有满满的CP感 就说去年的一家人之名 早在拍摄的时候就有一个路透视频传出 宋威龙一把报纸谭松印 把它挂在树上亲吻 美名其约树东吻 宋威龙官方身高185厘米 谭松印官方身高162厘米 相差23厘米的确不太好接吻 所以也就有了树这个媒介 加上谭松印一直是悬空状态 所以和宋威龙两个人都格外的废体力 而且这场戏本以为很快就过了 但是没想到因为动作太高难度 直直地拍了一整天 当时在拍这场戏的时候 周围围了很多人 网友调侃画面太美也太尴尬 以家人之名播出后火变全网 谭松印和宋威龙的CP感也是爆棚 而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 这两个人相差了整整9岁 那么娃娃脸的谭松印 到底是如何变成鲜肉熟割籍的呢 1990年5月 谭松印出生在四川旭永县一个普通人家 爸爸是现文化馆的舞蹈老师 妈妈是个美人 谭松印继承了父母身上的优点 长相铁眉可爱 他有了一个小明晶晶 谭松印的舅舅开了一间照相馆 经常拿着他的照片打样 由此舅舅的照相馆小橱窗中 摆满了谭松印的艺术照 还招来了不少生意 因为爸爸是舞蹈老师 谭松印从小耳濡目染 也很喜欢唱跳 2001年四川舞蹈学院附属学校 到旭永招生 招生老师曾经是爸爸的学生 几次劝说谭松印的名字 写上了招生名单 仅仅11岁的时候 他就离开了爸爸妈妈 去到了千里之外的舞蹈学校求学 即使是现在 艺术也大多是有钱人家学的 当年也不例外 与班上其他人相比 谭松印就是一个乡下孩子 也没少被同学挤兑 不小心弄脏同学的衣服 就赶紧连连道歉 因为入行完 很多动作做得不到位 下腰下不下去 老师直接上手生掰 直到手向后翻碰到脚尖 在那段日子里 谭松印都很坚强地忍住眉哭 但是在接同妈妈电话的一刻 却再也忍不住哽咽了 跳舞带给他的自信远不及演戏 后来一个机会 谭松印在好好过日子里面 演了一个留学规格的研究生 人生第一次拍戏 四页台词他只觉得太少 也更坚定了 自己想要学习表演的念头 打算报考北京电影学院 不过由于那段时间 谭松印对于各种剧组的龙套来者不拒 逃课也要去 所以其中模拟考试 他只考了语文 其他全部缺考成绩零分 父母收到成绩单直接下命令 别演什么戏了 好好考个本地大学才是正式 谭松印想了一个办法跟 父母说自己要是考上川大 就去读川大 如果考不上复读一年再考北电 爸妈也就同意了 高考结束 谭松印离川大差20分 第二年谭松印如愿考上北京电影学院 毕业前夕谭松印才有了经纪人方小叶 从餐馆转行娱乐圈的新手 他们可以说是弱弱组合 2010年方小叶打听到郑小龙在为甄嬛传选角 拉着谭松印就去报名 最后赢到了成贵人这个角色 甄嬛传个个勾心斗角 成贵人是唯一没有坏心思 天真可爱的吃货小主 当时的谭松印面临太小 格外安静 在众多前辈面前多少也有些害羞 大家都把他当小孩子一样照顾 像老师一样教他演戏 甚至就连一向严厉的郑小龙导演 面对他也凶不起来 2011年 甄嬛传在各大卫视热播 纯小主让观众认识了谭松印 谭松印的起点很高 成长也很快 但接下来的事业路并不顺畅 去面试总辈导演泼冷水 小姑娘娃娃脸演不了女主 那四五年 谭松印在各种戏里充当配角 在电影搜索里 谭松印刻创了一个小保姆 在刘德华富春山区土里 客串双子座魔女 在郭富城电影全名目击里 变身助理 五年配角谭松印每次机会 当成实战教学演得很欢乐 因为娃娃脸无缘大女主的他 也将因为娃娃脸 等来自己的大女主时代 2013年搜狐视频总监朱正华 拿到最好的我们兴奋不已 他写了几十页的PPT 找领导批钱拍这部网络填宠剧 没想到朱正华的PPT 还没打开就被毙了 他笃定网络填宠剧会火 转头从搜狐辞职 四立山头创办了小唐人影视 公司没钱 朱正华只请得起新人 于是谭松印来了 他的目标是女主耿耿 25岁的谭松印 饰演16岁的高中生耿耿 2016年最好的我们在爱奇艺独家上线 24小时播放量破2400万 最终点击量超过20亿 谭松印第一部网络剧火爆全网 耿耿于怀随批问事后 这部剧成为了近几年最热门的校园爱情片 学生时代的默契与暧昧 转变为成年后的激情无奈 耿耿于于怀的爱情让人一难平 再加上和刘浩然的绯闻 相差七岁的姐弟英系生情 亦是坚传的沸沸扬扬 每个草根女演员的逆袭 几乎都靠大导演大平台 张子怡有张艺谋 赵丽有余正正无阳光 杨幂起步时遇到了李绍红 谭松印走红 却是弱弱组合里跑出来的黑马 朱正华借着热度完成小唐人A轮融资 创业两年的新公司 一夜之间估值十亿 小姑娘撬动了商业大杠杆 谭松印的娃娃脸再也不可小觑 她不仅长了张娃娃脸 还拥有与生俱来的 邻家女孩般纯净的气质 2015年和吴磊弟弟一起出演《旋风少女》 依然是相差九岁 可睡谭松印和吴磊站在一起 却好像吴磊才是哥哥一样 先后跟两大国民墙投足ZP 谭松印成了不折不扣的鲜肉收割机 2017年谭松印进入了欢瑞视线 邀请其出演锦衣之下女主 和花千古东宫的虐恋不同 锦衣之下走甜宠路线 知撒糖补虐心 男主任佳伦是眼外表高冷 实际细腻体贴的上司 锦衣卫陆毅 谭松印是演机灵又贪财的底层捕快 网络小说改编剧经常因为魔改遭到恶评 谭松印却被称为是最贴合女主的表演 锦衣之下上线后也成功爆火 谭松印和任佳伦不仅成功翻红 而且亦飞冲天 以家人之名锦心自欲 谭松印证明了自己 我们的时代的单元片因为有加 谭松印让所有人看到 他也可以演主旋律剧 其中和白静婷的对戏自然而灵动 31岁的谭松印长着18岁时的脸 男神一个接一个的搭 但神奇的是 谭松印似乎并没有因此遭受嫉妒 在他的粉丝群中 反倒是女生这样的多数 有人说那是因为他长相不美艳 不会激起女生的嫉妒心 但更多的还是因为他自然的真实 像极了你在学生时代里会遇到的 暖心又软萌的女同学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其他感兴趣的话题 请在评论区积极留言 与我们互动哦 我们下期再见啦